那其實三分之二以上的女性 大部分小腿線條不優美 其實都是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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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现在韩流越来越流行 我们看到很多韩国女团非常的火红 那大家除了看她们唱歌跳舞以外 不外乎就是看她们非常养眼的身材 那好看的身材 其实重要一个因素就是要有一个修长的眉腿 也就是所谓的女团腿 那要如何养成女团腿呢 除了长直以外 一个匀称的线条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郑医师就来教大家 如何养成一个好看的女团腿 腿部线条的不好看呢 不外乎有三种原因 首先第一个呢 你有可能是水肿型的小腿 水肿型的小腿 顾名思义就是有很多水分堆积在小腿的部位 原因可能是因为你吃的太咸 体质 又可能是因为你静脉曲张等等 基本就是有很多的水在那边无法回流 那你要如何检测呢 你就是用手去用力的按压你的小腿前部 如果压下去放开以后 它有明显的凹陷 然后回弹大于三秒以上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水肿型的小腿 再来一种呢 是脂肪型的小腿 脂肪型的小腿常常伴随着是 全身性都会有一个肥胖的问题 那这种脂肪型的小腿 你去捏你的小腿肉 你会可以明显摸到很厚的脂肪层 那有时候你也可以测试 你可以踮脚看看 如果你踮脚起来 并不会让你的小腿变得更粗 那你可能就是脂肪型的小腿 那相反的 如果你是肌肉型的小腿 你踮脚起来可以明显发现到 你的小腿有肌肉的突出 让你的上半部看起来 变得更突出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属于肌肉型的小腿 那其实三分之二以上的女性 大部分小腿线条不优美 其实都是肌肉型小腿造成的 那造成肌肉型小腿的原因呢 有一些人可能是 过度训练 过度运动 不过其实大部分呢 还是跟遗传有关 有一些人天生肌肉就是容易 稍微一点训练就会发达 那如果你是水肿或是脂肪型的萝卜腿 运动的确可能可以增加你身体的代谢 降低水肿的问题 甚至让你瘦身 减低脂肪成堆积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肌肉型的小腿的话 运动有时候只会让你的肌肉更加肥大 那一些拉筋啊等等运动 其实对于减少你的肌肉量帮助并不大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需要寻求医美的帮助 效果会比较明确一些 那一般我会建议其实可以利用肉毒杆菌 来改善你的肌肉型萝卜腿 那这个方式呢 它其实是效果最快 那副作用又最少的一个方式 那它的原理呢 基本上它是阻断你的神经到肌肉之间的连结 让它讯息传递不过去 肌肉就无法收缩 那时间久了 这一区块肌肉就会慢慢萎缩 那你的线条看起来就会比较柔顺一些 基本上施打肉毒本身不太需要有什么恢复期 你只要记得 在施打后的24小时内避免剧烈运动 打完以后不要去按摩施打的部位 那这样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施打以后啊 肌肉其实大概一到两周后 就开始会无法收缩 但是你要等到肌肉完全萎缩 开始线条看起来比较柔顺 通常会等到一个月后 那这样的效果呢 其实是可以维持四到六个月的 那等四到六个月后 就会建议你重复施打 这样效果就可以持续维持 基本上我们打完肉毒小腿以后啊 初期你的确是会有一些腿乱的感觉 大概前一到两周 那你的肌肉本身 其实是会去代肠协调的 所以大概一到两周后 肌肉带肠回来 你的功能其实是完全正常 所以穿高跟鞋 跑跳任何运动 基本上是不影响 那讲到肌肉带肠啊 其实施打小腿的肉毒 是需要专业医师的评估 去看适合的部位和剂量等等 因为我们的小腿肌肉 其实相对复杂 有分包括像 肥肠肌、比目鱼肌、肥骨肠肌等等 还有其他肌肉 这些肌肉一起协同做运动 那我们在施打肉毒的时候 大部分是针对肥肠肌 那肥肠肌它又有分成 内侧和外侧 你内侧外侧的比例拿捏不好 其实也会让腿型不够修长好看 那另外一般正义师呢 会在下段的比目鱼肌带到一点点 因为那个部位非常接近脚踝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只针对肥肠肌去打 有时候你的比目鱼肌就会带长 就会让你的脚踝部位看起来相对变粗 那整个线条就会没有那么好看 那基本上呢 我们的肉毒打在小腿上 其实你一次就会有感觉到 你的小腿线条变柔顺 只是大概四到六个月后 它的效果没了 你的肌肉又会慢慢再长回来 所以会建议大概每隔半年左右打一次 那随着你打的次数增加 大概打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肌肉量 慢慢的就不会回到你原来的这么大块 后续你会需要的肉毒的量 可能也会比较少 那久了 它趋于稳定后 也许你就可以不用再继续打 那当然如果你后续你有新增的一些运动量 你可能肌肉又会再多长回来 那个时候你可能又需要再继续打肉毒感菌了 拥有一双漂亮的女团腿啊 是很多女生的梦想 那其实日常生活中呢 就是记得你可能 剧肋运动后 记得多多按摩你的肌肉放松它 那平常高跟鞋的话 非必要时刻可以尽量少穿 这都可以避免你的肌肉过度肥大的问题 那如果你对于今天的议题有问题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我们下次见